妳 妳是 妳這樣到底怎麼走路的 我的手錶都被你摸壞了 我可以請問一下 妳貴姓 我姓什麼要妳管 我正要拿這支錶去換現金 現金 這支錶定價台幣20萬 OK 那時候我父親 因為長期的壓力病倒了 我正面臨兩男人抉擇 我到底應該結束工資 還是要再試一次 正當我覺得走投無路 快撐不下去的時候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撞到一個人 我把手上的咖啡 灑到他身上 結果他不但沒有生氣 還把他手上的咖啡送給我 笑著對我說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明天是另一天 就是這一句話 讓我下定決心 從政公司再試一次 你確定你要把健身房讓給我 好啊 不然我們這兩天約個時間碰面聊 嗯 拜拜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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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事要妳怎麼樣 我的手錶 小姐 小姐 妳 我的手錶 妳是 你這人到底怎麼走路的 我的手錶都被你摸壞了 對不起 小姐是我疏忽 你什麼門被燙傷 要不要先去看醫生 你才要看醫生 我看什麼醫生 你知不知道這支錶很貴 都被你的爛咖啡給毀了 小姐 你先不要急也不要慌 我會負責清洗的費用 因為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明天是另一種 明天 明天 你個頭 我的氣墊已經完全被你給毀了 你還在跟我講什麼明天 你這人到底有什麼毛病 你告訴我 我怎麼這麼倒楣 竟然放在你那個 走路不長眼的家話 對不起 真的很不好意思 小姐 我可以請問一下 你貴姓 我姓什麼要你管 不是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只是想請問一下 你記不記得八年前 我結婚了 我有沒有結婚到底關你什麼事 我現在直接告訴你好了 我正要拿這支錶去換現金 現金 妳說 妳說 你就是要換了錶帶 也不可能是原本的紀念款了 小姐 對不起 真的很抱歉 不然我看這樣好了 你把錶和聯絡方式留給我 我會負責到底 你要怎麼負責 我可以買下這支錶 好 這支錶定價 台幣二十萬 OK 不過我現在現金代也不夠 你要等我一下 我當然領給你 我要不要告訴他實話 這支錶當年在美國買的時候 還不到五千美金 怎麼辦 我剛剛怎麼那麼衝動 謝謝 小姐 小姐 這裡是二十萬 妳點一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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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妳的錶還沒有給我 我忘記了 好 謝謝 謝謝 喂 JILD 是我 我直接跟妳的下午碰面吧 妳知道嗎 我剛碰到我的幸運女生 就是那個八年前 送我一杯咖啡 還告訴我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明天是另一天的那個女生 所以我相信接受你的健身房 一定會有好事發生的 好 下午見 Ann 這是她的名字嗎 可是 她為什麼要把這支錶賣掉 到底發生什麼事